重要的事情我只说一遍 你要听好了 今年是个适合进行装修的好时机 生香牛的朋友可以通过改善居家风水 吸引更正能量 然而书星的影响可能会引发口舌是非和孤独感 在这方面要格外小心处理与另一半的关系 以免避免冲突而导致可能分手 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和立场来思考问题 表现更多体贴和浪漫的情感 与朋友相处要谨慎掌握适当的言辞 以免冒犯他人 单身的朋友可能感到纠结 陷于爱情抉择的困境 难以做出决定 想知道更多生肖运势的家人们 记得阅读最新上线的2024增运攻略 留言2024好运来 我们发您下载链接 建议生香牛的朋友 佩戴虚空赞菩萨的本命佛法相 有助于避免破财的困扰 能够保持财路通畅 受到八方贵人的支持 实现事业和财富的双丰收 关注我们每天给你一个生肖运势